这是一种类似鬼打墙的阶梯 当你顺时针行走时 你会永远向下走 当你逆时针行走时 你会永远向上走 最神奇的是 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 自己走势会回到原点 而且陷入到了一个 无限的循环中 这个阶梯的名字叫做 彭罗斯阶梯 现在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它在现实中存在吗 相信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可能 但是在2013年4月 有人上传了一条视频 里面有一个神奇的楼梯间 好像在现实中 把彭罗斯阶梯给还原了 那么这个楼梯间来自哪里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事情要从1958年开始说起 当时英国数学家罗杰·彭罗斯 和他的父亲利昂尼德·彭罗斯 共同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 也就是彭罗斯阶梯 荷兰艺术家莫里茨·埃舍尔 了解过之后 立刻有了创作灵感 并在1960年 完成了名为上下阶梯的艺术画 这幅画最吸引人的地方 就是城堡的屋顶 这里有一群人 行走在四条楼梯上 有的人一直向上走 有的人一直向下走 神奇的是 无论他们怎么走 最终还是会回到原点 这完美地还原了彭罗斯阶梯 此后 人们纷纷开始创作 有关彭罗斯阶梯的作品 不过 谁也没能把它在现实中还原出来 2013年4月30日 有人在YouTube上 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一开始 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 他们身穿橙色T恤 胸前写有RIT的字母 RIT是美国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缩写 该校是美国历史上第二古老的私立理工大学 这段视频看起来就像学校方制作的宣传片 两位主持人在介绍完学校的近况后 谈到了学校中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楼梯间 它的名字叫做埃什尔的楼梯间 是一位菲律宾建筑师在1968年建造的 传说这个楼梯 无论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 都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接下来 视频节目就切换到了理工学院的校园中 在对几名学生进行过采访之后 主持人直接来到了埃什尔的楼梯间 为了验证他的真实 主持人一边说话 一边从左边的楼梯向上走去 紧接着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主持人刚才明明是上了楼 但此时 他却从楼下走了上来 接着 主持人找来一位亚裔女学生 在简单介绍楼梯间的神奇之后 女学生表示根本不屑 于是 主持人让女学生独自向上走 她在原地等候 等女学生来到楼上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女学生遇到了原地等候的主持人 很明显 她被吓到了 赶紧往楼下跑去 但是 她再次遇到了主持人 在震惊了女学生之后 节目组又邀请了好几人前来 他们和女学生一样 都在楼梯间感受到了世界观的崩塌 主持人为了节目效果 又找来了一位黑人小哥 他让小哥在原地等待 自己往楼下走去 途中 他让一群人手拉着手 把楼梯紧紧围住 等他走下去后 神奇的一幕又出现了 他再一次与黑人小哥相遇 两个人开始鸡拳庆祝 在场其他人都纷纷表示 楼梯间太神奇了 画面一转 两位橙色T恤的主持人再次出现 他们播报了一些学校活动的提示后 整个视频就结束了 这个视频发布后 立刻传遍了网络 导致彭罗斯阶梯这种数学模型 成了互联网热搜 很多人开始到理工学院 去寻找楼梯间 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本校的学生 竟然谁都不知道楼梯的位置 有人开始提出质疑 他们认为彭罗斯阶梯 在三维空间不可能实现 这个视频肯定是借用双胞胎拍摄出来的 而有些人则认为 理工学院肯定存在这样的楼梯间 只不过学校不想让大家知道 眼看事件要往阴谋论 神秘学的角度发展 视频的原作者 理工学院的硕士生 麦克发布了澄清视频 视频中 他说自己是电影与动画学院的学生 埃舍尔的楼梯间 其实根本不存在 是他为了自己的论文 拍摄的项目 麦克尔为了拍摄楼梯间的视频 做了大量的准备 包括情演员 写剧本 视频中的主持人 压抑女学生的身份 都是假的 他们都是摄影行业的从业者 甚至是楼梯间的建造者 也是麦克提前散播的假消息 不过至于视频具体是怎么拍的 麦克没有说明 他不想把这些拍摄技巧公布 不过高手还是有的 视频发布的五年后 YouTube上的一个频道 彻底揭秘了视频的拍摄手法 在主持人第一次展现楼梯间时 他在向上走 这时摄像机的角度要跟着往上 这样画面的右下角就被遮挡了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在主持人完全消失在画面中 摄像机要暂停摄像 主持人可以趁这个时间 快速移动到楼下 等摄像机再次开机后 他再慢慢走上来 这样就形成了神奇的一幕 压抑女学生的画面 需要摄影师和替身演员的配合 当她第一次向上走时 摄影师要紧紧跟在后面 此时主持人其实并不在那里 而且画面中女学生也消失了 这时主持人可以趁机来到楼上 利用刚才的暂停摄像和后期剪辑 可以成功实现第一次遇见主持人 接着女学生赶紧往楼上走 主持人原地不动 这时需要替身出现 她需要往楼下走 拍一个不露正脸的背影就好 等替身下楼 刚才上楼的女学生此时下楼 这样就形成了第二次遇到主持人的效果 与黑人小哥的相遇 其实是后期剪辑的操作 当主持人和小哥说完话之后 他就往下走了 有一帧画面一直停留在主持人的衬衣上 就是利用这个画面 可以把主持人和小哥之后的相遇 通过后期剪辑拼接在一起 楼梯间被揭秘之后 人们除了夸赞麦克摄影技术高超外 还纷纷感叹彭罗斯阶梯的神奇 彭罗斯阶梯作为著名的几何学悖论 已经被证明在三维空间内不可能实现 就如同克莱因屏一样 你可以想象一下 在现实中如果你一直往上走 终点一定会比起点高 它们永远不可能重合在一起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走到了这样的地方 那么恭喜你 你有可能进入了四维空间 感谢收看本期X情报社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我看更多新奇知识